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部分 那假設各位如果經過這一部分課程 都對基本的一個這個HOMER的一個Data格式有個了解 然後你能夠做到基本的取值動作的話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個部分這個Quantative Analysis 要怎麼做一個執行 那今天各位在那個資料夾裡面解架說之後 有一個Data這個Folder 那裡面實際上存放了十個不同Subject的資料 那我們等一下的目的是希望能夠 這個用程式的方式能夠把這十個人 所有Channel,所有Condition 他的這一些不管是平均的Oxy或DioxxyHemoglobin 或者它的面積或是血率 這一些這個量化過後的參數值都能夠把它一口氣奧布出來 好,那所以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這整個實驗的一個設計 他是總共十個Subject在這個Folder裡面 那他是十四個Channel Channel的方式其實是像螢幕上這個樣子 那各位如果用HOMER去讀取這個檔案 其實應該也會看到類似的一個排列的一個方式 那主要有三個不同的Condition 所以分別分為我們簡稱為NW 就是Normal Path Walking WCT就是Working While Performing a Second Task 跟WMT Working While Performing a Motor Task 那詳細內容各位不用知道 各位只要知道說有三種不同的一個Condition 所以對於我們最後的一個輸出的一個資料或一個報表來說 我們會希望它至少要第一個要有十個Subject Information 要有十四個Channel Information 同時要分別對三個不同的Condition給予這樣的一個量化數值 所以這三個數字 就是理論上會成為最後各位在這個Excel表上看到的一些Information 那當然更不用說其實還分為Oxy跟Dioxy Hemoglobin 或者是其他你想要算的一些Index 那當然今天課程裡面我們只會以Oxy跟Dioxy Hemoglobin來做一個Demonstration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一筆Data出過Home其實這十位其實都已經經過處理了 那這個處理的流程其實是像右邊這個Table一樣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它的流程 你可以用Home去把它打開來看 那各位會發現其實我們在最前面的第一步其實我們也去算它這個CV的一個數值 那算出來的話我們現在先以15%跟10%當作一個Stress號來看 那你會發現其實這個整體的數值來說 就整體的Data Quality來說其實都很不錯 因為它在這個所謂CV Channel這個條件上 你會發現它只有兩個Subject 然後一個是有兩個Channel 一個是有一個Channel 實際上是被Reject掉的 OK是被Reject掉 就他們這個數值太大 那這個數值其實 你回去看一下就會知道這個數值其實它跟它的這個 像這一個Subject Channel 7跟8 看一下 它其實是跟它有一個這個訊號斷點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它是第一個人 第一個人的7跟8其實是在這邊 7跟8 應該是這兩個 這是Subject2 變成Subject1 你看它這個第一個Subject它7跟8 其實就是S5D3跟S5D5 其實就是這兩個 那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斷點在 但是後來我們並沒有把它直接給丟掉 因為大一個原因是因為當它出現這種斷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之前有提過 Supply Supply Intubulation其實是可以去補救這件事情的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在經過Supply Intubulation之後 我們看OD 你就會發現其實剛剛那個斷點在這個裡面其實並沒有 就是這個 這個Label的地方 我們看到這裡 現在這個斷點有被Automatic Label出來嗎 但是你會發現它其實經過Correction之後 它其實並沒有一個明顯的Baltyback存在 這是因為我們是用Supply Intubulation可以做得到 那當然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的 maybe不行 但是Supply Intubulation對於這種斷點 它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兩個Channel實際上並沒有真的被我們extrude掉 所以它沒有被我點成像這個B2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這個SubjectA SubjectA的話它是第五個Channel被丟掉 所以總共是 SubjectA怎麼回事 第五個Channel這一個 就是因為它的訊號很可怕 就是這一個藍色的訊號 所以它被我丟掉 它是被我丟掉 那其他的話其實你會發現 像如果到Trial Level上 Trial Level上其實比較大的 你會發現SubjectA裡面 也通通都是在剛剛這個Channel裡面 所以這個就不用再丟了 因為它已經整個Channel都被我們丟掉了 那第一個的話其實也是 第八個Channel第四個Trial 就是我們剛剛說在這個裡面 就是在第四個 第幾個 S5D5第四個 1 2 3 4 它是指這一個 那這個應該會把它丟掉 沒有丟到它 反正這個丟不丟 應該是不會差太多 你也可以試著自己把它框起來 就是稍微自己把它框一下 這個把它丟掉 也可以 那我相信它出來的結果 其實應該都還差不多 你可以自己然後再Run一次 然後再看一下它的一個Average 所以這個Data的原則上是 這個已經經過投影片上 這樣的一個處理流程 其實跟我們上次來講的很像 那我們最後得到的這個 這個information 是不同的這個condition 其實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profile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點 假設我故意把所有Channel都選起來 然後我用Show這個Session 所以看到它是在第一個condition 就是單純Normal Path Walking 那第二個是Walking While Cognitive Tasking 跟這個我們說WMT Walking While Motor Tasking 所以這是它不同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當然各位就不用費心在做處理 反正這都是已經處理好的Data 所以它每一個DataSense 大概都是9Mb 10Mb這樣一個Size 會稍微大一點 那其實它原本Rodata大概都只有一半而已 那現在對我們來說 我們今天要提的是 你怎麼樣去取出一些量化的數值 而這個量化的數值 是你可以拿來判定一個火化Pattern 是快、慢、高、低有沒有效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或是某一個Colic region 或是某一個Muscle 它到底有沒有被Involved在某一個Task裡面 就是它是不是跟這個Task有關係 它是不是經由這個Task的一個誘發 會導致這個局部腦區 或是這個局部的Muscle 會有一個血流上的一個變化 那當然我剛剛提過說 其實在線型裡面 數值分析裡面 其實你可以從這個我們所看到的一個Profile裡面 左邊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第六個Subject 第一個Channel 然後第二個Condition的一個Profile 那這個是我們上禮拜在做那個 看那個雙手運動的時候的一個Profile 那實際上 如果你是會做數值分析的人 你會發現從這個裡面 其實可以提取出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資訊 像這種Profile 你甚至可以有所謂 什麼四分畏懼的資訊 你都可以來算 它可以提出至少七、八種以上不同的Index 當然我們今天只談三個 三個我們最常在文献上看到 也是應用最普遍的幾個Index 那各位如果能夠算 學會算這三種Index 其實應該就綽綽有餘了 其他應該是 其他應該都是你算不出來 通常那種發展出新的Index 都是因為你舊的Index 找不出 找不出這個統計上的差距 你就去算別的Index 通常有一點是這樣的情況 但各位今天學會這三種就好了 那這三個其實包含了 第一個 Single mean 這當然是最直觀的一個 一個參數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有一個曲線 它貌似在這個0 就是事件的這個刺激下去之後 有一個明顯的Oxy-HCM上升 然後有D-Oxy的下降 如果它有這樣的現象的話 我們當然會想要知道 這個幅度 這個平均值有多少 那一般我們在取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取在 不會從0開始取 我們的習慣會是從5秒到 至少15到25秒的一個Index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 可能是5到25秒 那 拋棄前5秒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之前提過 它會需要有一個 Response的一個時間 那這個Response的時間 其實 對於我們今天想要去描述 它的活化有多強 或是這個邪惡改變了 量有多大 意義上不是那麼大 所以通常我們會 Exclude到前面5秒 我們正做Transient的這個時間點 我們會從比較穩定的這個 5到一般25秒 去做一個Average 那當然 像我們今天這個K 它其實是一個60秒的 一個Block的Length 但是 你不見得一定要 一口氣用到這麼多 因為 在很多情況下 其實血流的活化 在一開始比較強 後面會是一個Situation的狀態 都是有可能 那甚至在我們自己的Study裡面 我們還會把 這整個60秒區段 分為Early Face跟Light Face 就是分為 前面5到20秒是一個Early Face 那從20秒到30秒 20秒到50秒之後 可能是一個所謂Light Face 它會有些不同的定義方式 但是 唯一的一個要求是 希望你盡量避開 這個 這個 我們說改變的這段時間 以及 至少給它足夠的一個長度 一般是15到20秒 請你不要給比這個短的數值 如果你的這個Interval只有 兩秒鐘好了 那麼你的Teta Point其實很少 那它這個 受到這個訊號震盪的影響 可能就很大 所以一般我們會希望你這個Interval 至少是15到20秒 那我們這個例子是 取 從第5秒到第25秒的一個長度 那當然這個東西 當然是必須要 小於你的Block Lens 如果說你今天 實驗設計每個Block只有20秒的話 當然 25秒就不是一個恰當的數值 所以請你至少是 包在你這個Block Block裡面 然後的一個長度 好 這是第一種 Signal Mean 所以我們可以針對剛剛說的那個區段 去算 這一些Pick Value的一個平均值 這一些 這個訊號點的一個平均值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個當然是 Area Under Curve 你可以看到像圖上我們標這個 就是 有一些算法是 我們會去算 曲線 下面的一個面積 當然我們所謂下面的面積 就是 相較於0這個軸來說 它的一個面積是多少 因為這個Information 也代表類似像 所活化的一個量 只是它不是用所謂的Pick Value 而是用所謂的面積 這是另外一種Index 那 面積這個東西 會跟這個 Pick Value 會有個決定性的差別 Pick Value 我們上面這個Signal Mean 在看的是平均值 所以 如果說今天 你其實這個 很高 有很高的一個Pick Value 但是 可能其他不是那麼強 它會被Average 掉 它會被拉下來 但是面積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真的有高 它就會被 還蓋進來 所以他們在概念上 那麼一點點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差別在於 Signal Mean 它沒有考慮 所謂 時間這個因子 就是我們看的 只是一個5到25秒裡面 它的一個 數值是多少 但是 面積這件事情 就是它是一個像 這個長層寬 或是底層高 所以它其實這個 底這個軸 其實就是 時間的Information 時間的Information 所以 Area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 電話的強度 乘上一個 時間長度的Information 會稍微 稍微 稍微再 不太一樣一點 所以這個Area Owner Curve 有時候 你會看到AUC這個字 AUC這個字 也是在文章上 常常看到的一個算法 像我們之前在提到 那個Motion Correction 然後是 比較前面 第六堂課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 這個 有一些文章 會用AUC這個面積 來去評估說 到底火化是強 還是弱 這件事情 他們實際上就是用這樣一個做法 那 一樣 AUC有它 取Period的一個問題 所以 一般我們也是定在 5到25秒 5到25秒 當然有一些 這個 像我們剛剛提到那一邊 Motion Correction 它其實是取0到6秒 因為它有不一樣的意義 它是希望在 活化下去之後 要很快看到一個 訊號的Response 才是表示 這個Motion Correction 被壓抑得很好 所以它會故意去看 這個前面的0到6秒 但是以我們的目的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要描述 是一個 活化錯態下的一個量 那我建議各位 可以試試看 用這個5到25秒 這個區間 或是5到20秒 反正 我的歷史有一個 數秒長度就好 這是第二種 面積 那第三種 是所謂的Signal Slope Signal Slope 那 這個Signal Slope 有時候我們會解釋為SS Signal mean是SM 那SS的話 就跟剛剛不一樣喔 Signal Slope 我們要看slope 是什麼 通常就是要看它上升的那一段 我們要看到你在這個事件 發生之後 這個腦區 這一條肌肉 它的Response有多快 通常我們認為 越快 越強 表示它越跟這個Task有關係 所以 Signal Slope 是另外一個Index 你可以看螢幕上 像這一條線 這一條黑色區線 其實就告訴你說 我們就是評估前面2到7秒 一般會有這樣一個範圍 2到7秒的一個範圍 我們去算它的一個血率 那一般血率越高 當然我們就認為 這一個 這個血流灌注的情況 我們說這個 各位我們之前上課的時候提到說 HBO的變化 HIGHLY Dependent 有兩件事情 就是所謂CBF 就是Cerebral Brain 的Perfusion 跟這個Perfusion 灌注多快 有關係 第二件事情 是跟你的這個Local 的一個Oxygen 的一個Consumption 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是兩個Consumption 的一個結果 會導致你看到一個 OxyHemoglobin的一個上升 那當然我們講 這也是很簡單 理論上 如果針對OxyHemoglobin來講 我們會認為 如果它是一個活化的Pattern 我們會希望這個Slobe 當然是 這個 就是數值越高 越正越高 表示它是 越傾斜 越陡峭的一個 這個往上跑的一個情況 所以 不管是你用哪一種 其實我們上課在描述 都是一個活化的Pattern 或者是不便的一個爭議 那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優缺點 比如說我們最後提到這個Slobe 你可以想像到 Always曲線都會像這個 這麼Smooth 就是會 像這樣 這麼漂亮上去 可以讓你這麼好去Feed 它得到一個血率 不見得 在訊號世界上 Maybe也有可能像這個樣子 如果說這個樣子 你在2到7秒裡面 你要去取 你要怎麼取 2到7秒你看 比如說2秒鐘在這邊 7秒鐘在這邊 那我去取這一段 你看到你這個斜率 你可能就會變成是一條 像這種Feed的線 就是 Maybe Slope 它是一個 比較 討厭一點是 它比較受到這個 雜訊 或是一些Motion 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 除非你對你的訊號 很有把握 Slobe這件事情 不見得是一個 非常穩定 reliable index 但是 你會去 稍微去搜尋一下 Permate 或者搜尋一下 在這個Google Scholar 你會發現 打一個synchronous slope 或是slope 加上Feeds 就會發現有很多的文章 還是有不少人在用 但是大家批評 在數字分析上 都傳出來 但是好不好 是另外一回事 好 那 這個 我們這個堂課主要講的 就是這個M-File 在你們資料夾裡面 有一個叫做 computative analysis 然後底線 excel.m 的這個M-File 那這裡面做的主要就是 有四件事情 第一個 它可以幫你一口氣 把一個folder裡面 所有 所有.2s的data 一口氣讀進來 那當然這個 全部讀進來的意義 就是我把它視為 是同一個group 同一種study design 所以我會把它放 放在同一個資料夾裡 你當然不會 笨笨去把說 這個 一些是14個channel本方式 跟20個channel本方式 的data 放在同一個資料夾裡 然後要用同一個code 去做處理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 我們所說 一個data folder裡面 我們會說 它是同一筆study 至少要同樣的 sd的position 同樣的一個 這個 這個 task的設計方式 那當然它可以是 不同的group 比如說 它可以是這個 一群年輕人 加上一群老年人 5 這是沒有問題 但是 somehow 你的study的設計 是一樣的 所以以今天的case來說 我們在data 這個資料夾裡面 我們放了實例 受制者 所以 比如說 等一下 你去執行這個code之後 它在這段階段 你把這實例 資料 它的相對應的一些 剛剛說的那些參數 會output的出來 會計算的一些output的出來 那這個code除了讀取資料之外 它第二步其實會幫你去畫 平均的一個signal 那這個signal 這個signal其實很像 我們今天在用Homer 去看那個plot的probe 這個指定的時候 在做的事情是很像的 那 只是要告訴各位說 如果你自己會曲直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畫出類似的東西來 你可以自己去調教你 想你要的scale 你可以去調教你要的顏色 其實不太一樣的 那當然這個也有 不同condition 那第三步當然就是要做這個 所謂量化分析 所以我們在層次裡面 也會分別去計算 SM AUC 然後跟這個SS 這三個不同的index 那最後當然 計算完之後 各位還是要記得 我們最後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把它輸出 或是把這個數值取得 再來用來做這個 所謂後端的一些sbs 或是其他的一些統計分析 又或者是你要做一些table 然後算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就來看一下這個code長什麼樣子 好 那請各位就開啟一下 在你們的資料講裡面 應該有一個這個 QAM Analysis 然後底線Excel 那各位剛剛應該有看到說 在這個資料講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這個calculate CP 那這個跟我們上來講的是一樣的 你可以 用這個calculate CP 去點那個 Data資料講 那他就會output 這個剛剛說的那些 這個CP數值多少的情況 所以這個自己玩就好 我們今天先看這個 QAM Analysis 底線Excel 這一點 好 我把其他一些有的沒的關掉 好 那一樣我們就 稍微看一下這幾個段 都分明在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當然一樣會有一個 這個 我的一個習慣就是前面第一段 會有一個所謂參數的一個初始化 所以這邊包含 你要自己去手動key上 Sampling Rate 那當然底片上 你顯然設計 這邊是7.81 然後一樣 我們有一個scale的一個factor 它是一個10的六四方 那再來我們會定義兩個interval 有一個interval1 跟interval2的一個變數 那第一個interval1 其實是for 我剛剛說的SM跟area 就是AUC在用的 OK 那第二個interval是forSS 因為我說他們取的區間 其實三號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要看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邊定義了兩個interval 那這個單位就是in second 所以我第一個是寫5 控格25 就代表我要看的是5到25秒 這個情況 這個數值 那我第二個看的是2 控格7 就代表我要算的是一個 從第二秒到第七秒的一個寫率 我們有時候會故意避開前面兩秒 是因為 你去看曲線是照常常 它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曲線其實一開始還會有一點 有一點震盪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故意避開前面那一段 去看它比較明確上升段的那一段 那當然這個做法其實 不見得對每個訊號都有效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 其實還是有很多訊號是 有一些波動的幅度在 這可能是slope的一個限制 好 那再來我們進入到第一個讀取data 所以讀取data是從第17行的code 一直到第34行的code 那它的概念 它會是用volup去讀原因很簡單 因為一個資料夾裡面 你可能會有數個人的資料 以今天這個case來說 十筆 十筆data 所以它必須是跑一個 就是十個回圈的一個for路 那一開始你會發現 在第18、19、20行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UIGetDir 就是UIGetDirectory 讓我們能夠用使用者 透過介面的方式去選取一個 你要存放資料的這個資料夾 我們先run字好 可能各位會比較好概念 所以各位先按一下run 我現在可以點一下 我們現在就只有一個data folder 就是點dat這個問題 就點它一下一下 選擇資料夾 先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會先跳出三個V格 應該就只有三個V格 沒有問題 然後好像就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好像蕩蕩 這時候你回去那個community上去看 你會發現它還是一個beasy的狀態 然後會跳出一些warning的訊息 那這個warning的訊息 不要懷疑 它其實是因為在 我們在用mailable去create Excel的一些新的分頁 新的sheet的時候 它才出現了一個warning訊息 但是它不是error 它只是告訴你說 我正在某一個Excel檔裡面 去edit specific specify的一個worksheet 它只在告訴你 我在新增一些頁面 只是這樣 所以等到跑完之後 資料就輸出完畢 所以稍微等一下 應該30秒到1分鐘左右就會跑完 我跑完了 你跑完之後 如果沒有error的訊息 你應該會在你的資料夾底下 發現多了兩個Excel檔案 一個叫做HBOVALUE 一個叫做HBRVALUE 你可以先開那個HBO那個 其實HBO跟HBR格式一模一樣 只是一個是ox 一個是deox 你就打開來看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 在這個裡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分頁 你去看前面 它有一堆分頁 你可以看到有一堆分頁 那這個分頁 每一個分頁裡面 其實存的一個資料格式都非常非常像 都是一個subject 一二三一直到十 然後橫軸是一到十四 就是十四個channel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這是一個十乘十四的矩陣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在這個實驗裡面 有三個condition 你有normal pass working 你有wct 有wmt 所以你會發現 在我們的標籤頁裡面 分別有nwwct跟wmt相關的分頁 但在後面都還有一個副標 就是底線 avg 或者是底線 are are 就是area 又或者是還有一個 這個 底線 slope slope 所以當然這就只有 你剛剛說的那三個指標 所以你在不同的頁面裡面切換 其實就是for 不同的condition 然後不同的人 不同的channel 它的一個數值 當然是包含三個不同的管理 所以這應該是整個程式跑完的樣子 那當然另外一個是你會發現 其實它還跳出三個視窗給你 這三個視窗 分別就是for 三個不同的condition 你看它這個figure的title 一個是nw 一個是wct 一個是wmt 那每一個畫法 其實都是按照我們剛剛說的 channel的擺方方式 或是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這個title 比如說s1d1 s7d7 你有不同的一個位置 那分別都畫出它的這個 剛剛說block average 它的一個這個average curve 那當然我們這邊沒有畫上 這個所謂的standard deviation 或是standard arrow of mean 那這個當然是因為 通常我們在畫單一圖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 arrow法放回去 但是畫這種很多很多圖的時候 我們通常不會放 可能整個畫面會變得很亂 所以各位等下看完這個code之後 應該要學會 讀一個photo裡面所有檔案 以及繪圖 以及這個計算intase 然後把他做輸出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好 所以在low的部分我們先看 既然我們現在知道 一個資料夾裡面有十個檔案 當然我們今天要對替一個矩陣 create一個矩陣 把十個subject 剛剛所說的這一些block average的資料 通通都對在同一個矩陣裡面 那這樣我們後面要做處理的時候 會稍微方便一點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這三個 當然不用說它是指我們剛剛 會讓你手動選取某一個資料夾的功能 就是uiget file 那uiget file完之後 我們說如果你用dir去搜尋這個資料夾 裡面有哪些檔案或是information 我們會把前兩個丟掉 因為我們提過前面是點跟點點 就是上一層跟這一層的一個 這個index 所以我們不需要留下它 我們就把它丟掉 所以這邊理論上來說 處理完之後 你就應該取得了某一個資料夾裡面 十個檔案的information 那接下來我們就create了一個叫做 O-DC-AVG 在從這邊開始之後 你都會一直看到 我們都對這個變數做取值 那這個變數其實就是一個5D 我們剛剛說只是4D喔 我們剛剛說原本的一個 在process result裡面呢 DC-AVG 它只是一個4Dimensional的一個matrix 分別的是一個什麼 DataLens乘上hemoglobin component三種 再乘上你的channels14個 再乘上三個conditions 它原本的dimensional這樣 但是在現在的情況下 是因為我們多的一個維度是什麼 subjects 我們現在有十個subjects 所以它現在被我們擴展成 是一個5D的一個rate OK 所以它現在必須是 前面四個維度不變 最後維度多了 應該乘上十嘛 最後是乘上十嘛 因為我們有十個subjects 那另外我還宣告一個變數叫做 major list 其實是majorment majorment list 然後ACT 這個其實在後面好像並沒有用到 但是這個概念是說 我們在homement的界面裡面 我們不是常常去點說 哪個channel的訊號太糟 我們會用左鍵點它一下 讓它在後端都不做處理 那實際上 你去點它這個動作 它就會被存在這個 這個 sd.major list的ACT 就是在點NRS這個檔案裡面的 這個變數底下 sd這個變數底下 它其實會記錄一下哪個channel是1 哪個channel是0 一樣0就是我不要去做分析的意思 那這個是如果你在做這些計算 或做輸出的時候 你需要把特別某一些channel給關掉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變數給你一起留下來 但是在今天的case裡面 我是不管我有沒有把它設為不要處理 我都把它的數值給輸出 但是你自己可以知道說 其實不好的channel 你就不要用它就好了 OK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我們存下來這個變數 就是當作是個mask 只是比較進階一點 你就用它當一個mask 你去把這一些被我們已經關掉channel的數值 把它設為比如說NNN 或是設為0 或是設為一個很不合理的數值 比如說-1萬之類的 讓你自己可以知道 在後段分析我不要去count這個數值 OK 那當然今天是一個基本說明 我們今天只是告訴各位 有這樣的變數 是你可以拿來使用的 但是在今天的demo裡面 我們並沒有把它放進去 好 所以主要我們今天最care的是一個 ODCABG 那你看它下面很快就跑一個fold loop 這個fold loop 當然二話不說 針對我們剛剛說這個dlinfo 我們所取算這個datafold裡面 它現在有幾個檔案就會有幾個dlinfo 就是它的代名選 應該就是1乘10或10乘1 所以我今天是以它的size去跑一個fold loop 那做法很簡單 你看每一個fold loop的第一行當然就是low了 我會非常它今天的檔名 我去把它import進來 那這個import的時候記得 用這個med file的格式去讀取它 OK 那再來我們這邊其實會做一個 這個其實不需要 就是舊的 二機行可以丟兩邊 好 剛剛二機行有個ind等於什麼 那是舊的 那我也簡單用不用 我們看下面這一行就好了 我們會直接把什麼 你看我會直接把processresult.dcavg這個東西 我會直接把它sine到25dcavg的某一個 就是第五個微度上的某一個位置 那這二話不說就是我在擴展這個第五微的一個資料量 所以這個動作非常非常明確 其實我就是把所有的block average的資訊 就是只有它的block average那個數值 就是我們說 沒有考慮dcavg什麼sdd沒有 我也沒有看什麼dod都沒有 我現在就只有看dcavg 我現在就知道 Base on它的這個block average的結果 來做一個這個處理 那大概在下個禮拜我們會看到更複雜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有時候在算一些correlation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我有十個subject 他們各自每一個condition都有三個blocks 那實際上其實我理論上說 Total會有某一個condition 我應該Total會有30個blocks 我們其實可以針對某一個block 跟在這個某一個block的情況下 比如說它是單純走路 我可以去讓它走路的速度 去做一個數值上的correlation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不會去針對block average做取值 而是會針對它原始訊號 我們會當然是應該說dc這個變數 就是針對它一整串的這個hemodynamics 我們會自己去砍出每一個block的數值來 就不會用dcavg了 但是以今天case大家先看最簡單的就好 就是dcavg 所以這裡面跑完之後就很簡單 我們就應該會拿到這個矩正 所有人的這個dcavg的訊號都存在這個裡面 那額外我會把兩個東西給存下來 包含呢 我會宣告一個thrf 這個變數 那它實際上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把我們剛剛說process result裡面的thrf 就是block average 它的這個time axis 這個second 這個資訊 我把它先單純的獨立出來 那等一下方便 我在畫讀的時候 可以去畫它欄中 那另外就是這個sd.major list 這個是我們之前提過的說 它有一個列表 會告訴你 到底我們所謂的channel1 是指s幾對d幾 我的channel2是指s幾對d幾 那這都存在這個sd.major list裡面 那現在只是把一些不用的變數給clear掉了 所以在這一段裡面其實動作非常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就是ui.get.dir 然後用這個director裡面的information去跑一個for loop 把所有dcavg給存在一個叫做all dcavg的變數 就這麼簡單 那再來我們會看到就是畫那三張figure的一個段落 那當然這個概念上其實也非常簡單 因為剛剛各位都已經試過 你可以去畫這個oxy-hemoglobin跟deoxy-hemoglobin 那現在差別在哪裡 差別只差在 我現在剛剛只畫特定一個channel一個condition 我現在是所有的channel 所有的condition都要畫出來 ok 而且我要把所有的channel 在特定condition下 畫在同一個figure裡面 所以當然我會用到subplot 當然我會精心去安排一下這個 每一個channel位置要放在哪裡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但是剩下的 都跟剛剛繪圖是一年一樣 所以這邊當然我們在做的事情 這邊我不會帶各位去細看 因為這只是單純的block 各位可以回去自己看 但是你會看到我們會做什麼事情 我會針對不同condition bar和for loop 因為我有三個beager 所以每一個condition底下 我都會開一個新的beager 沒有問題 那再來是 我會針對每一個channel 就是我對這個odcavg第三個尾度 我們剛剛說第一個block lens 第二個hp component 第三個就是channel number 所以我會對第三個維度 我會對它的channel去跑一個for loop 因為我會畫出每一個channel 它的一個訊號曲線 那下面你看看 剛剛我們曲直非常亮相 我令了每一個channel下面 我都會令一個東西 令一個東西pod出來 然後下面就是畫一些 什麼橫線跟垂直線 這都是很基本的東西 各位自己看就好 那唯一不一樣是你會問說 為什麼它可以就是 好像跟我們當初 當初這個 這個 實驗設計上面 好像s3d3就在左邊 s4d4就在右邊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漂亮的排 那其實只是 我精心願意安排subplot的一個位置 那subplot是我們之前跟各位提過 它是一個function 可以讓你在一個peager底下 開出很多不同的指圖 那當然這個指圖 總共它的這個陣列 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指圖陣列應該是 有三個rho 然後總共有1 2 3 4 5 6 6 color 雖然說中間的前面這兩個位置 跟後面這兩個位置 是沒有畫到圖的 但是我在宣告的時候 其實還是宣告了3乘6 18個指圖的一個位置給它 所以我們subplot 前面兩個數字是放3乘6 3d6加1d4mation 那關鍵在於 你怎麼樣去精心安排 後面這個某一個channel 要放在某一個位置上這件事情 那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你其實已經知道channel1是誰 比如說我知道channel1是s1d1 我知道channel2是s2d2 我知道channel3是s3d3 我知道channel4是s3d5 我知道channel5會跳到s4d4 然後再來是6 就是s4d6 就是你會心中有一個順序 那這個順序當然是 來自於實驗安排 或者是我剛剛所說的 存在這一個sd.majorlist裡面 打開給各位看 我已經把這個sd.majorlist 已經assign到這個channel list 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我可以直接看 channel list這個變數 它裡面就在告訴你說 好按照不同的raw 你現在總共就是有這麼多 你看它有28 28就是它還是考慮dual waveplanes 但是其實你只要看前面14個raw就好 前面14個raw就告訴你這個channel的排序是怎麼樣 所以第一個raw就告訴你它是1-1 就是s1d1 所以如果我現在問第八個channel是誰 就是s5-1 那你當然會精心規劃去說 到底在第幾個channel上 它應該在這個subplot的哪一個位置 那不要忘記subplot的一個擺放的順序 就是按照橫向的方向去翻 所以這個位置是第一個指圖 就是第二個 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 所以如果我現在問你說 當我畫到第五個channel 也就是s4d4的時候 請問我要畫在subplot的哪一個位置 當然就是第12個位置上 就是第12個位置上 所以你會發現我在這個裡面 其實我做一件事情 我宣告了一個變數叫做 i channel location這個變數 我其實就是已經按照每個channel應該要擺哪裡 所以像我剛剛說第5個channel在這裡 第5個channel其實我是請它放在第12個指圖上 所以當我在真正subplot的時候 其實我是對這一個channel location做一個取值 based on它的channel位置來做一個取值 所以這是一個繪圖上的一個小技巧 你其實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排放 你想要這個擺放這個你想要放的一個位置 好,那第一條部分請各位自己看 那我們現在比較care的是 既然提到contentative analysis 到底怎麼去算這一些information 那第一個,二話不說當然就是這個single mean 那這個應該非常簡單 你剛剛會取一整條訊號出來做匯讀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針對所謂第5到第25秒的數值 取出來做平均 所以我們只是多了一個average的動作 那我要怎麼做 第一步,我剛剛在前面一開始 我已經設了interval1 這個變數其實是一個1乘2的矩陣 它存了5跟25這兩個數值 那不要忘記我們說這個在整個block average裡面 block average裡面實際上我們存的這個 每一個data point值得是frame frame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的資訊 interval的資訊是秒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data point是frame 這兩個是不同的資訊 所以你必須先做一個搜尋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會把剛剛這個 我所留存下的這個thrf 我說它是block average裡面的time axis in second 我會用它去搜尋到底哪一段範圍 是大於等於這個5 就是第一個 我取第一個字就是大於等於5的一個位置 那我同時也去夾擊去找 哪裡是小於等於就是它第二個位置m的這個位置 就是小於等於25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最後取出來這個int index 就是指說在這個block average 509的點裡面 到底哪一些點是介於5到25秒裡面 OK 所以這就是你必須要多做一件事情 因為等一下我們不是要取斬斷 我們只要取這些thrf 去做average 所以接下來我就宣告了一個 應該說兩個變數 就是一個是for存放hbo 一個是存放hbr的一個average的數值 就這麼簡單 那接下來我當然就很辛苦了 我就會去跑針對不同的condition 針對不同的channel 我要去計算它的一個數值 當然你會問說 那為什麼沒有針對不同的人 那這個當然不用貪心 因為其實我們在舉稱運算的時候 通常我們可以留一個維度 不用一個一個去跑 我們可以留一個維度 直接去用fact的方式做運算 所以也就是說我可以一口氣算10個人的平均值 就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在這裏面做了什麼事情 你看喔 這個看起來很冗藏的一個程式 不要忘記 我們都要從最內層括號往外看就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找到我們的變數名稱在這裡 我們現在要對odc.leg做取之 所以它後面應該跟了一組小括號 要一個pair喔 所以你這個pair應該是跟到誰 應該要跟到這裡 你看這裡 你看到那個main level會給你一個橫線的提示 所以這是一組 所以這個裡面就在做曲折動作 不要忘記它現在是一個5-dimensional的一個array 所以你應該會有四個斗點 1 2 3 4 那我們從後往前開換稍微容易一點 最後一個維度 我剛剛說要擺放的是所有subject 所以我用冒號代表我一次算10個人 iCln就是用我現在是這個condition 在做一個回圈在跑 所以這是特定一個condition下面 特定一個channel的一個數值 那1當然沒有懷疑 這就是指我們說Hb-confine 第一個就是oxyhemoglobin 所以下面我在算deoxyhemoglobin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取2 就這麼簡單 那再來就關鍵在這裡 我現在不是像剛剛一樣用冒號 而是我用一個特定的區段 那這個特定的區段 就是我剛剛所找出來這個intind 就是我們剛剛說interval的ind 從它的第一個數值取到最後一個數值 這樣寫好蠢喔 對對這樣寫沒錯 首先我剛剛是用一個括號的一個方式 所以各位要用這樣寫沒錯 我從第一個數值一直取到第二個數值 所以maybe第5秒可能是對到第100個點 那第25秒可能對到的是第450個點 所以我是從第100個點取到第450個點 這樣一個範圍 那這邊完了之後 你看我在外面一層 我在做的是什麼 就是min 我去callmin這個function 那min的時候 它可以在第一個位置上輸入 你要拿來算min的factor 沒有問題 但是你可以去 在第二個位置上指定 你要對哪一個維度去做average 你看我們剛剛取值的時候 我們是取了某一段時間的一個數值 跟最上面有10個人的資料 所以我現在可以對10個人去做average 我也可以對時間點做average 那可想的是我們現在要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的是對時間點做average 所以我們是對第一個維度喔 我不是對第5個維度 我是對第一個維度做average 那最後我還是會乘上這個scalding的一個factor 就是10的六四方 然後做一個squeeze squeeze是把不必要的維度給丟掉 就是那時候只有1 什麼1乘1乘1乘10 那我就把全面的1全部都丟掉 所以透過一個followper 你很快的就可以去得到這樣的一個矩陣 比如說我們再run一次讓它run到這裡 我加一個return 故意讓它run到這裡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矩陣 就是這一個我們說abghb 然後mat這個矩陣 它現在就是一個10乘14乘3 10個subject 14個channel 3個condition的一個數值 所以你可以隨便打開看一下 比如說你點它一下 它裡面就會存上這個 很多很多你已經算好的這些average的數值 那等一下我們就稍把這個數值 可以輸出到這個excel表裡面 所以這第一個部分很簡單 這個算平均值應該是非常直寬 只要你會取值應該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要來算這個所謂的AUC 就是area on the curve 那AUC一樣我們是針對5到25秒 所以前面第一行我們其實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做一個區段上的這個收尋 那你會知道它的架構跟剛剛都非常非常像 只差在哪裡 差在第86跟87行 剛剛只有1行 71行 那現在我故意寫的2行是因為 讓它稍微比較好看一點 但它的意義上其實沒有差太多 你可以看一下 第86行一樣在取值 你看取值的範圍也是一模一樣 這段跟剛剛那個一模一樣 就是我針對所有人 某一個condition某一個channel 第一個Oxy-Hemoglobin 然後剛剛所找到這個區段做一個取值 那我現在這邊就不會用m 我現在沒有用m 因為我現在要的不是他們的平均值 我現在要算是面積 所以我先保留就所有的數值 那我如果要算面積我要怎麼做 我要算面積怎麼做 理論上在我們做面積的計算上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概念 在這邊畫好了 我們說如果我們今天要算一個曲線下的面積 像這樣一個曲線下的面積 請問我要怎麼算它 通常同學們最容易犯的錯 就是我把所有點 比如說我現在這裡面有五個點 我就把五個點的數值直接加總 然後我就說這是面積 那這其實是不對的做法 不對的做法原因是什麼 當然我們說現在這是一個離散畫資料 它不是一個連續的資料 所以你現在能做的事情 maybe就是把所有的點給加起來就好 但是這樣不夠好 不夠好的原因是請你不要忘記 每一個其實是用一個小小的一個長方形 再去fit 就是再去描述這一個連續的一個曲線 其實每一個都是小小的長方形 這是一個長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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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把每一個長方形的面積算出來之後 相加 就加總 那就是這整個曲線底下的面積 就是基本的integral的一個概念 但是如果你現在只是把每一個數值 做加總 會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要少做一件事 如果說每一個長方形要怎麼算 它的面積 很簡單 底層高 所以你一定是這一段底 乘上它的高 那我們剛剛說每個點的數值其實就是它的高 但是我們沒有算到底 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應該是 假設這叫做y好了 假設我有五個點 所以應該是y1乘上x1 就是它的這個底的寬 加上y2乘上x2 加一直點點點到 加上y5乘上x5 所以當如果你今天只是這個 y1一直加到點點點加上y5 這兩公式差在哪裡 其實差在底的那個寬度裡沒有存到 那當然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均勻的sampling 就是我們都是 這個每個固定的實力 我們就會打一個點 就是我們現在的頻率都是7.81Hz 所以就是間隔大概都是1 除以7.81這麼寬 所以就是說這個x1到x5其實是同一個數值 也就是說其實你可以把它提出來 最後其實你就是乘上一個 我們稱作Δx 就是小小的一個x 所以如果你只算上 跟最後的這個 我們說area under curve 其實差了一個乘上一個Δx 就是乘上一個 所謂sampling rate導數的這個東西 就這麼簡單 所以各位比較容易犯的錯誤是 通常我們一聽到說要算面積 那它就是加總 但是加總其實就會錯 為什麼錯? 因為你會發現 今天如果我用同樣的人 同樣的curve 但是我用不同的sampling rate 那個sampling rate 比較高的那個人 他算出來面積永遠都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他點數可能100點 另外那個人點的只有10點 所以 雖然curve是一模一樣 但是他因為打點比較多 你加總起來就比較多 如果他們一樣怎麼辦? 去乘上他們sampling的寬度 所以你打點比較多 在同樣的面積下你打點比較多 你的這個 這個比的寬度就會比較小 興趣 所以你看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現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上週在乘上 1除以sampling rate 就這樣 但在這邊我會多加一個ABS 因為我們一般在算 Area Under Curve的時候 我們不會care正負值 就是我們說這個樣子 當然我今天如果我的curve 是長這個樣子 我的Area Under Curve 其實是這一塊也算 這一塊也算 所以它必須是 我不care那個數值 我只care它的一個絕對值 就是一個高度而已 就這樣 所以它其實就是這樣算完之後 就一樣把它丟到這個橘色裡面 所以它算出來的size 一樣也會是 剛剛那個10乘14乘3 可以打平去 所以我們最後要看你就是什麼 只有這個slope slope怎麼算 slope稍微麻煩一點 但是你也不用自己手算 manable function 毛點算叫做polyfit 你可以想像我們剛剛在同影片上 放了一個這個圖 這就是我們說某一段 某一段我從某一個curve裡面的2到7秒 我把它這個所有sample點 用這個黑色這個黑色邊的圈圈把它畫出來 那現在這個manable裡面 polyfit這個指定就是幫你去fit fit一條 如果說你給它指定是一階的話 就是它只能是直線 一條直線去fit這個所有點 一個分布的情況 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polyfit 去取得它的一個slope 可以取得它的一個slope 我們看一下它的code怎麼寫 上面都一模一樣 我都不再講 我都一樣不管它 那這邊唯一不一樣 就是你會發現 我們這邊一樣 我會這邊做一個曲折 然後這個曲折的範圍 都跟剛剛一模一樣 我會取出特定的一段 只是現在這一段 我是定在2到7秒中間 會取出了一段 但是我現在就要把這一段 丟到polyfit的指定 polyfit的指定怎麼用 它要輸入三個 三個input的數值 第一個input的數值 就是你輸入這一堆點的x頭座標 所以如果你有10個點 就應該是1乘10的x座標點 第二個位置請你放上y軸座標點 所以應該也是一個1乘10 要一樣長 第三個位置請你放上階數 這個d0.1 這是階數 你的fitting curvefitting可以是1階直線 可以是2階拋物線 可以是3階有兩個轉折的一個曲線 階數越高 理論上會逼近的越好 但是越有可能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曲線出現 那我們現在因為要算是slope 寫率 當然就是一階的一個寫直線 所以當你用polyfit丟進去 它會傳給你一個大P 大P 那其實就是指它的係數 什麼係數 你可以想像到 當我們今天做一階的這個方程式 我們要寫一階方程式的時候 會怎麼寫 我們都會這樣寫 y等於ax加b 好 這應該是國中數學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們會丟一堆x點給他 就是這一些點的x座標 跟一堆點的y座標給他 他會幫你算出這個a跟b來 那a當然就是寫b 這就是我們的slope 那我們剛剛說 他會回傳一個大P 其實大P 存的方式就會是 它會 dependent你是幾階 如果你是1階 它會是你的階數加1這麼多 如果你是1階 就會是什麼 一個 兩個element的一個矩陣 就是1乘2的一個矩陣 1乘2的一個矩陣 那分別就是存 一個係數 跟一個常數項 所以它分別存上就是a跟b 所以當我說P P括號1的時候 其實就是指我們講的a 當我講P括號2的時候 就是指後面的結局b 那當然你可以想 如果你今天是兩階的 比如說我方程是y等於 ax平方加bx加c 那當然這個P P就會是3 就會是一個1乘3的factor 因為它分別存上 二次項的係數 一次項的係數 跟常數項 或者我們說結局 好 就這麼簡單 所以 這件事情 你也不用太擔心 slope 都是沒太多幫你算 所以 你看我做的事情 就是poly feed完之後 把p1指派到 我的矩陣裡面 就這麼簡單 那剛剛那個 各位跳出來很可怕的圖 就是因為我原本是almark 希望各位看一下feed的結果 但是 各位如果要用 不要像剛剛那樣 你後面加一個return 讓它跑一回就好了 不然這個 跑不停 你會很可怕 所以你也可以不用解 你看我的就好 我現在就run一次給你看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feed的幾種不同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不同資料點 你看如果是curve長這樣子的話 它就整個feed成這樣 feed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還合理 這個也ok 這個勉勉強強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 就是如果你的曲線在一開始 沒有很順遂的上去 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它都會讓你的這個血率 會下降 因為它必須要去逼近這一段 所以slow的話 從上以來 是會反映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feed的不錯 那這也是這樣 只要你稍微有一點 這個有curve存在 它的這個血率 就會稍微低一點 好 這個就是feed的很好 那應該也會有一些很詭異的 反正都沒有 好 也有像這種 那像這種當然就是 本來它應該是上升段 可是它又有一個馬上往下掉的感應 所以它feed出來 就會是一個 一個負的一個slope 所以slope這邊是你要記得 它可以算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它會有它potential 你要對你的訊號處理很好 而且特別是建議你 如果你要slope的話 把高頻的那個cut off 設低一點 這樣讓高頻的成分都消失 你把它就是震盪少一點 你留一些比較低頻的成分 那你的fitting效果會比較好 這個是給你一個hint 所以這個只是 你如果哪天就是真的想看 看它feed的效果好不好 的時候 你可以試著用 這三行程式 就可以幫你去畫出來 這個feed的效果好不好 又或者是有時候 我們在算 correlation analysis的時候 sigular plot畫完之後 我們算的時候 畫上那一條fitting的線 其實也是用類似的程式去寫 所以這個留著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所以上面是算 Oxychemical 印象 是抵Oxychemical 所以各位會發現 其實我們所說的 quantative analysis 這三個數字 其實算起來都沒那麼難 只要你會基本的取值 你會用那個function 它都算起來很簡單 所以最後 從128行開始 就是output 就是要把我們這個 算出來的東西 就是output到excel file裡面 那 這裡面的寫法 分成兩大段 就是由 從129行開始 是for oxychemical 158行開始 是for the oxychemical 因為我們分成兩個不同的file 那其實這兩個file的結構 都是一模一樣 只是output的變數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其中一個就好 那與其說看其中一個 不如說其實我們只要看 其中一個的 某一個分頁就好 因為 每個分頁的格式都一樣 只是我去換標籤 跟換變數 一開始我會先指定file name 現在我們先指定 就是一個hbo-value.xls 所以為什麼會 後來會有這個表明 conditioned label 這個是為了我們等一下 那個分頁的前面 那個先行字 要什麼NW底線 要什麼 WCT之類的 這個是需要的 那再來這邊還有一個 for loop 簡單去跑一個seal array 要存下來什麼東西 存下一個 這個sbj 空格 然後number幾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其實就是 為了要寫這個 你看 為了要寫這一段 就是我們有10個subject 我就用for loop 去把它寫好 所以這個也只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只需要看一段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每個分頁 其實它在填的東西都一樣 我們剛剛說它其實長得都一樣 我會先寫上這一段 subject給個label 然後我會寫上這一段 就是channel的label 最後把我這個矩陣的數值給填進去 所以它總共是三個填值的部分 三個填值的部分 所以各位看 其實我裡面就只有三行程式 用 當然是要用for loop去跑 因為我今天有三個不同的condition 我今天有三個不同的condition 那 這個裡面的話 其實都是三個 三個 xlswrite 就是分別去寫 我剛剛說的subject label channel label 以及 data的那個matrix 所以你看第一個 這個 xlswrite 我把它這個矩陣 要求的input的格式寫在上面 給各位複習一下 第一個位置請你放file name 就這一個 第二個位置請你放到你要寫的array 就是我們剛剛說subject label 第三個位置請你放上sheet 你想要create出什麼樣名稱的sheet 請你用字串去寫它 所以我現在都會放是什麼 我用condition label 第幾個位置 就是比如說nw 第一個是nw 再去兜上一個底線avg 那我就在寫的這個 nw底線avg 那一個分譯 那再來 第四個是放location 你要從哪一個 這個 這個視算表裡面 哪一個位置去填上你的這個數字 所以像我這邊寫是a2 那表示我會從a2這個位置 開始去寫上那個矩陣 那那個矩陣因為本身就是一個 10乘1的矩陣 所以它會往下寫 它會往下寫 那如果是這個 你看到下面這一個channel label channel label就是從b1開始寫 b1開始寫 是b1嗎 從b1開始寫 從這邊開始寫 所以這個是channel label 它是橫的 因為我是寫1冒號14 1冒號14 這邊 我是寫1冒號 就是1到size多少 就是14個圈 所以是1到14 它是一個橫向的 所以它會幫你print的橫向出來 那最後剩下這個就是從b2的位置 b2就是這裡 我從這個點開始去寫那個矩陣 就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裡面都是一個repeat的寫法 都是一樣的 只是for abg for area for slope 然後for hemoglobin oxy hemoglobin 跟for deoxy hemoglobin 就這樣 所以整個層次碼 其實整個介紹上還蠻簡單的 但是 它會把我們這陣子所講的一些東西 你怎麼樣分析完 結果怎麼做一個output 做一個整理 所以你最後所看到應該就是 剛剛各位在vpe上看到這個樣子 應該最後就是一個 這樣一個列表 這樣一個列表 所以未來如果你自己create一些新的index 或者是比如說你今天想算的是一個total hemoglobin 或者你想算是一個我剛剛所提到的hbDIFF 就是differential 你想要去算一個oxy減掉deoxy的數值 那你就可以自己再做一個擴充 反正算法上跟output的方式都是一樣 好 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有問題嗎 所以這個 不管未來各位在處理什麼資料 其實你都會面臨到一樣的類似的問題 你在這個資料處理完之後 怎麼做輸出其實你都要稍微規劃一下 那這個輸出的格式都要越簡單明瞭 越好使用越好 所以通常你還是要保留這個matrix dimension的資訊 就是像subject跟label 因為你可以很容易的 比如說去看subject之間的average 就是對這個某一個column做average 你可以很容易用excel去做 所以你要算統計的時候都比較容易去貼它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先上到這邊 來回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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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